上周五一架土耳其无人机发射的导弹摧毁了叙利亚军队部署在伊德利布省的一套俄罗斯制造的铠甲S1防空系统 泄露给土耳其媒体的消息称 该防空系统的雷达在被摧毁前处于活动状态 这表明该系统未能检测到来袭的导弹 据报道叙利亚防空部队的库存中有30多套铠甲系统 俄罗斯还使用铠甲系统加强了它在叙利亚赫曼空军基地的防空力量 以防止空中袭击 这是在2018年发生一连串无人机袭击该空军基地后部署的 尽管没有在媒体报道中提及 但在这次事件中使用的无人机可能是半吨级的巴伐利亚TB2或1.5吨的安卡 这是近年来土耳其军队广泛使用的无人机 土耳其洛西坦公司开发的制导武器 包括射程为8公里的激光制导 MIM智能微型弹药 这些弹药可以装备串列穿甲弹头 高爆破片弹头和热压弹头 去年10月中旬安卡拉将巴伐利亚无人机 用于对叙利亚的库尔德人部队的进攻 它摧毁了一辆库尔德人的卡车 据报该卡车上装有弹药和爆炸物 上周早些时候 由土耳其支持的国民协议政府军的一架巴伐利亚无人机 被利比亚国民军的铠甲防空系统击落 俄罗斯官员对这些负责操作系统的叙利亚士兵的培训提出了质疑 这些铠甲系统遭到破坏的事件 被归咎于叙利亚军队犯下的代价高昂的错误 明镜需要的效果 明镜需要您的与ants